嘉义莱吉村从风灾到现在都没水没电了 这个道路摊坊又没有办法通行 简直像一个孤岛一样 今天重视爱心基金会就带了8车100箱的物资 前进莱吉村送未问津 让灾民知道他们真的不孤独 走进嘉义莱吉村 风灾已经第十天了 这里还是没水没电 道路严重摊坊 重机军不能进入抢修 120多户居民家园全毁 现在住进莱吉国小 一起唱山歌度过南奥的受困时刻 台风毁掉他们的家园 但没有毁掉他们的信心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好温暖 中式爱心基金会一早也挺进灾区运补物资 除了白米还有泡面饼干 载了两车 这干粮像一些饼干啊 面条啊泡面啊 那总共这些物资有一百箱 中式爱心基金会那现在也拨款下来 原理上就是每户会付出一万块给受灾户 通往来吉的路楼长春断 不过车辆没有折返的念头 车轮渡过泥水 人员渡过湍急的溪流 没有人喊苦 因为他们知道灾民还在等着他们 一万元对这个很多你们家家园全会的人来讲 真的是为不足道 但是呢这代表是旺旺集团 还有这个中式爱心基金会 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接护实质的慰问后 三民知道他们不再是孤独的 坚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 重建之路正要开始 中线台北综合报道